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叫Lydia 然后现在是Ut Scarborough一名金融大肆学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眼中的金融吗 在开始上大学之前 我觉得金融就是关于钱的一些 就是钱 然后上了学之后发现 其实它里面有很多很复杂的运算什么的 金融还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东西 然后它设计面非常的广 然后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可以学一辈子的 其实一开始我父母是想让我学计算机的 然后呢 但是我个人觉得我对钱比较感兴趣 所以我就选了金融 对 就非常简单 其实是有迷茫的时候的 就是特别是我在刚刚进入大三大四的时候 因为专业课突然难度增加了许多 所以就是自己有一些跟不上 也会反思自己到底是不是要找道路 包括像之后有考证啊 也是处处碰壁 考了很多次都考不过 实陈反思自己 就是到底我还要不要继续坚持了 我要不然就转个专业吧 或者是我研究生的时候再读一个篇 自媒体方面的一个专业 我想告诉自己还是学media吧 还是要坚持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毕竟金融这些东西吧 我就是觉得纯粹就是我就是为了赚钱 然后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然后觉得就是既多不加深多学点专业性的东西 对 但是自己其实内心里还是比较喜欢艺术的 可能因为就是家里面之前都是比较偏向于这个 然后就会想做 对 就一开始跟我朋友们 然后每天发现自己身边人都很逗逼 然后所以说就喜欢我们 喜欢互相记录嘛 然后发现我们可以拍点小段子什么的 然后后来就是可能确实也没有那么多的段子 然后我们就想说那就记录一下生活 所以后来就觉得可以记录一下海外生活 然后让大家更多人去了解这些方面 对 包括一些自己的经历经验的分享 对 是我在做vlog的过程中呢 我其实觉得这两个事情呢它并不冲突 并且我也希望就是在一开始我可以有一个自己 养活自己的一个职业 然后这样的话我不需要就是掺杂太多的力 在我的这个vlog创作上面 我希望我可以拍出真正自己喜欢的这个视频 不想强加太多因素上来 就是希望自己一直保持一个这样的爱好 然后坚持坐下去 然后坚持拍vlog这样 对 自己还是要有一个自己能赚钱的职业 能养活自己之后 再加上一些偏梦想的东西会比较好 对 务实一点 其实有的时候你的一个视频 可能会给屏幕后面的人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力量跟温暖 对 其实我之前就有听过一个视频里的人说 他当时就是非常喜欢李佳琪 但是他并没有就是说每天真的会去认真的听李佳琪的直播 只是他每天下班了一个人回家 在一个空的空空通档的房间里面 然后放着李佳琪直播的声音 觉得有人在陪着他 所以我觉得这是就是现在这种压力比较大 速度比较快的这个社会生活当中 比较需要的一种力量和温暖吧 对 希望我通过这个比赛 然后让不管是在这个金融行业 还是不在金融行业的人 只要你是在海外生活啊 求职学生之类的 我都希望就是大家可以记录自己的生活 然后为自己发声 因为其实不管你是现在人生中的哪个阶段 或者是不管你是学渣也好 还是学霸也好 你是投荒大佬也好 还是就是一个普通的银行职员也好 其实你的生活都会 都是非常valuable 都是会被大家所看中的 因为就是社会上本来就有情形色色的人 然后也会有跟你同类型的人 他们也很想发现 哦原来在世界的某个角落 有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人 他会突然就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 自己就不孤单了 好 是的 GORDON